由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 以及《勇敢的心》等众多知名单曲 让他红遍了大江南北 奥运之年 汪峰还曾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演唱会 歌唱事业达到了巅峰 恰在这时 汪峰演唱的《春天里》 被旭日阳刚兄弟翻唱后 更让他红极一时 虽然在此后的时间中 汪峰也曾经与旭日阳刚闹过矛盾 但却没有影响到汪峰的名气 他越来越受人欢迎了 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 汪峰还曾经演唱《我爱你中国》 更让他的名气站上了一个新高度 随着汪峰的名气越来越大 他还曾经参与过《中国好声音》 和《我是歌手》的录制 让大家感受到了他极深的音乐天赋 接受采访曾经大言不惭地表示 自己占据了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 也正是因为汪峰的名气非常大 所以他和张子怡的恋情刚刚曝光 就引起了广大粉丝的强烈关注 对于网上的花边新闻 汪峰其实并没有给出太多的回应 直到2013年的时候 汪峰在上海举办了一场演唱会 他才回应了和张子怡的恋情 第二年七夕节 汪峰的演唱会开到了北京老巢 这一次